所以說這幾年中間新的房屋 提供讓我們全國的各社區 能夠讓我們這些社區 可以想他們要做的工作 沒有受到我們政府的 很多的一些建築法規的限制 或是一些政府不可以做的工作 我們新的房屋這幾年中間 提供給全國這些社區 真的可以達成他們的未來的願景 包括現在都達到願景了 這間在那裡 以前漏漏漏漏 我們現在看到的 是這個上市已經收得很漂亮 所以說 單單一個小小的組織便公司 它的整個精神 不是說這間這麼小的 它代表的是 政府社區營造的一個精神 我覺得就是不要把音樂會 這個東西只有能夠在文化中心 去發聲 那所以當初 我其實有 就是那時候 就是聽見新一房屋有辦 社區一家這個活動 然後他提供的電話又是0800 那我對社區一家這四個字很好奇 但是他們是房屋公司 我又怕跟他們申請 要幫他們賣房子 所以我其實很害怕 然後我就打了一通電話 去新一房屋公司 那我個人很欣賞 就是他們那時候 負責社區一家的這個小姐的態度 黃小姐的態度 她就是不厭其煩地一直跟我說 沒有問題 你的疑慮都是多的 那我那時候就想說 因為那個在巷子裡面 或者是說不一定音樂會要辦在文化中心 這個想法其實已經存在了 我就想說好啊 那我如果可以真的申請到 我就來巷子弄個音樂會 然後我們家老公又常常都不出門去聽音樂會 我就想說就給他弄在巷子 看他能夠 就是我的意思說 看他是不是就能夠打開門就可以開始 所以呢 那時候就真的是申請到了 很少的錢 大概六萬塊 我就真的去請一團來用音樂會 你知道那一次真的感動到 新一房屋這邊 它是對社區絕對的信任 讓社區有很大的一個發展的空間 然後也不會說有太多的一些介入 那讓我們社區真的是很好去使用這一筆經費 那這一筆經費我其實說實在 我會覺得比政府單位還好使用 因為它彈性空間非常的大 所以我們這樣做 對社區是一個 除了公部門的經費之外 然後又加上社區的一部分 然後再加上新一房屋的這個經費 它可以把一項工作可以加成的做得更好 新一房屋這麼多年投資下來 當然他們裡面的夥伴都沒滿熟的 那新一房屋這兩個年 也派了很多志工到社區來協助一些 社區服務工作 所以大家建議那種 互信的機制是滿好的 而且它也很清楚協會在這幾年推動的事務 也在它信任下長年的支持 那我們有新一房屋的計劃是 比如說95年他們就有人 我覺得他們還滿用心的 就有那個工讀生 他是愛家愛護看著社區通 然後打電話說 要不要提心理房屋的計劃 我們96年 然後就真的是提心理房屋的案子 然後就很高興就是有通過 然後也透過心理房屋這個案子 把那個校園立美化 不過就一點一點變漂亮了 其實變漂亮了之後 你會發覺那個人潮一直進來 然後人潮進來就是前潮 他就愛上來那些教室 來舞蹈教室上課 信義房屋它其實不是只有 給我們經費的資源 像他們這幾年有在做一個 他們本身有一個義工 義工制度 然後會利用假日到不同的社區 去做義工服務 那我那時候有聽過 他們裡面內部的小姐在談 她說他們有得到有的社區去 比如說他們做公園改造計劃 她可能就是去種種樹打掃一下 那她跟我們學校合作的模式 就很特別 那時候他們來幫孩子做客服 利用寒暑假的時間 比如說暑假挑一個禮拜 然後她就請他們的志工過來 然後幫我們 像我剛剛講 有一個就是軍團體 借用那樣子的場地 然後就是他們志工 會排志工過來 然後陪我們的孩子做暑假作業 像這個部分我覺得是 也給我們很大的幫忙 就是說不是只有金錢上的補助 還有就是他們志工部分 又走進來學校 而且是給予我們這些弱勢的孩子 有滿多的一些幫助這樣子 我覺得那是很好的 就是而且我們 一方面是說 我們有自己的想法做什麼 那心意防護來支持我們 那當然也研究很賣力的去 呈現她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那我會提這個計畫是因為 我們劇團有一個媽媽 因為她平常就是很避暑很害羞的 那後來就說 蛤 拿了一兩個月就這樣結束了 她意思就是說 我們覺得在劇團裡面 這樣子的互動很好 那這樣結束 我覺得剛好那個 就接到心意防護的贊助計畫 所以我就提出申請這樣 那在這同時的話 就是也在這當中學到很多 其實很多學員對我寫一些感謝的話 不論是給心意防 或者是給蘭希協會 其實因為我在他們旁邊陪伴 發現他們不只是自己個人的改變 還包含一家人重新再看這個家 應該是未來要怎麼再走下去 我覺得那個部分是讓我持續在提 第二年計畫的一個動力 我覺得 我不知道是我跟著計畫走 還是跟著這些人他們的一個想望在走 所以到了第二年 我有看到我們後來一群人 不只是打造自己的居家 也走出來希望能夠透過那個公共的打造 去把大家對於家的定義再繼續延伸 那個家不應該只是一個房子而已 還包含房子 你走出來以後跟鄰居的互動 這整個社區就是一個家 所以我是覺得還蠻有意思 就執行計畫過程中又發現 其實當初心意在訂了社區一家 這個概念是真的很好 如果真的社區的鄰居就像一家人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 大家都想望的一個居家環境 因為澎湖沒有心意幫我 其實我們那時候就跟他講說 我們自己也跟我們老闆 就是我們深根的負責人 是老師跟我們講 他會把一些台灣的訊息帶回來給我們知道 然後我們也跟老師在做討論 他說 可是澎湖沒有心意幫我們 我們覺得我們這樣去申請會 會 就是會通過嗎 他說你不去試看看 如果你有 你去試看看 搞不好人家會給你 就是那個贊助 因為他說 他其實他不是 心意房屋其實他不是那種 他會看說 我一定是補助有 投 投在社區的那種 就是那種門市 他才會補助 你要自己去投看看 如果你覺得 值得你就去做 我覺得心意房屋這邊也提供我們很多資源 然後他們其實他們也不會去逼你說 你一定要怎麼做 他覺得說你自己去 他放手讓我們去做 對 然後我們也 陸陸續續也跟他們保持還蠻良好的關係 對 心意房屋讓我們非常感動 我們真的沒有想到 有人給你錢還對你這麼客氣 真的 我們從來沒有想過 我們拿工部門的錢覺得很理所當然 那個錢是我們捐助 不是捐助 是我們繳出去的稅 我們只是去把 用團體的力量 用團隊的力量 去把我們繳出去的稅拿回來 然後做我們村裡的建設 這樣子而已 所以我們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 那工部門的人應該給我們一個比較好的互動 他不應該是把我們當成 像業主一樣在看待 那這個部分 其實我在工部門並沒有看到 可是我看到的心意房屋 他是給你絕對的尊重 他真的非常非常的尊重你 那我們覺得說 民間的力量真的很可貴 所以要善用這個力量 那放到我們身上之後 我們也希望說可以從我們身上再 再有更好的發酵 我們也希望可以做點事 對 我們非常感謝 幸運房屋社區移交 我們申請了幾次經費 他都很支持這個社區 我也知道很多社區 就是因為幸運房屋的資源 得到很多的一個建議 那他對我們的資源 就是主要是我們在辦蘿蔔節 那個期塊 就是如何種蘿蔔 如何拔蘿蔔 這整個歷程 他兩年給我們 所以我說我們兩年的蘿蔔節 辦得非常成功 那今年那個黃經理 也有到我們社區 他們的社區移工 也來了五部遊覽車 看看我們這個 透過我們這個 幸運房屋的補助計畫 我們辦了一些成果 他們來了非常高興 所以我們這次 11月20日種蘿蔔的時候 他們的幸運房屋的這些志工 就已經開始來認養我們那個區塊 對 他們已經開始做認養的活動 他們準備將來來種蘿蔔 一直到拔蘿蔔 來參與我們這個活動 我們非常感謝 這個幸運房屋 在這個區塊給我們補助 其實台灣很多社區 都承受這樣的一個利益 得到這個移除 希望我們每一個社區 得到這個補助以後 能發在我們的道路上 能對社區的進行造 做到最大的一個貢獻 2006年跟2007年 能夠跟幸運房屋結 是平和社區的福氣 2006年我們拿到幸運房屋的案子 我們就做了 土地公人家的一個營造的點 所以說為了感謝幸運房屋 我們在那個營造點的地方 我們用兩隻掃把 還有兩隻蓋了一間房子 把幸運房屋的logo 很巧妙地來展現出來 所以說那個logo現在擺在 我們的土地公的家 2006年一直擺著 現在還是擺著 以後還是會擺著 會一直擺下來 2007年我們拿到幸運房屋 那個專門以前的案子 你看我們後面這個logo 這個logo人 就代表有家的感覺 是幸運房屋的標誌 我們也是很巧妙地把幸運房屋 這個它的logo擺在這裡 這個就是做什麼 就是謝謝 我們要真的很感念 很謝謝幸運房屋 給平和社區的協助 尤其平和社區 能夠一路很順當地走來 真的還是要謝謝幸運房屋 其實有了幸運房屋 這四年的贊助 就是讓我們在 因為我們財務上 都沒有去找別的 那就是幸運房屋 這四年年系就是贊助了我們這樣 所以我們水稻計 就可以很放心的就是 因為你知道辦一個大活動 大家其實都要花很多錢 我們都是用在最精簡的 但是如果沒有幸運房屋 這樣子的一個團體 來贊助大家的話 其實我們就會更辛苦 所以我們其實非常感謝幸運房屋 就是說走動它可以在這方面說 很多企業能夠來讓全台灣的 這些社區裡面 大家活起來了 因為有很多事 因為有了他們 就開始會去講故事也好 或什麼 就是讓大家知道說 台灣其實是真的很可愛 那也因為有幸運房屋 讓大家去把這個力量 凝集起來 然後大家可以彼此分享 因為我們每次在看的時候 就是大家就是在分享這些 就是說我們就覺得台灣 其實真的是太可愛的一個地方 那我想每個人都會很感謝 新房屋社群一家的這樣的贊助 Mmm